每一次的捕猎行动都有风险 就算是强悍的狮子也不例外 狮子只是想饱餐一顿 却被野牛揍得浑身是伤 母狮埋伏羚羊腿都蹲麻了 随到下一刻却被羚羊发现 到达羚羊又跑了 我们常说一句话 天上掉馅饼 在冻界馅饼没有 但是无人认领的尸体 对于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顿饕餅大餐 这天一只母狮饿着肚子 来到河边喝水 下一刻他捡到大便宜了 一群突鹿围绕着一只动物 啃食着 母狮赶紧跑过去 将突鹿驱赶 一只羚羊刚死去不久 这是天上掉馅饼了 母狮可能也感觉有些不对劲 在河中央停留 迟疑了片刻 发现周围没什么异常 正在放心将羚羊拖走 对于狮子来说 这下子真是